你们公司卫生间好远啊 她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为什么能在这儿 这不是误会 你妈说得没错 我们这种人 就是处心积虑 急功近利 那你们这种人呢 就是冷漠无情 高高宰上 拿出国当施舍 拥有一副优越的样子 来教训别人 所以你是故意刺激他们的 对 其实看他们发表我还挺爽的 就因为他们让你和我一起出国 还不用你承担学费 你就编那些话来刺激他们 你不管这是我的父母 这是你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你也不管以后我怎么面对他们 他们是不是还会接受我们 你觉得会吗 即便我什么都听他们的 那你至少可以尝试一下 今天见面是你提出来的 像今天这样我真的怀疑你 你怀疑什么 你说出来你怀疑什么 我怀疑你沈不居心 回家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理解的意思 你把我爸妈气成那样 我回什么家 不然呢 你你怀疑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故随你怀疑你 你怀疑我得过疑你怀疑 啊 我去 我要过疑我 那你欧怀疑我 我去世 Vo那还是你回公司 我今天走了以后 我会不会回来 我还愿意不会回来 那也是你的选择 好 你说的 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你 书彦 今天李勋不是要去你家见你父母吗 我看见他好像和徐丽娜在一块 我有东西忘了哪儿 拿吧 李勋 李勋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沟通的对吗 我今天晚上情绪不好 态度有点差 但你更不好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不过我可以先不计较这些 我就想知道 今天去家里之前 你干吗去了 你不是活人拿钥匙呢吗 这很重要嘛 你知不知道黄金二十四小时原则 有些误会如果不及时解决 会酿造成更大的误会 我觉得我这样猜来猜去 也挺不负责任的 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现在干吗去了 见谁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方淑淼都告诉我了 你们公司卫生间好远啊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为什么能在这儿 这不是误会 你还请不吝点赞